Hello 大家好 在之前的几期视频当中 我给大家聊了关于芯片设计和芯片制造相关的话题 今天我们就不聊芯片了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华为 很多人都质疑华为的设备当中存在着很多很多的后门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华为的这个后门 在开启今天的话题之前 我先给大家来科普一些概念 我们都知道像华为这种公司 它是一个设备的提供商 跟华为有类似的竞争关系 尤其在5G时代有竞争关系的那些公司 一个就是瑞典的爱立信 另一个就是芬兰顿诺基亚这两家公司 它们都跟华为同样都是设备的提供商 除了设备提供商 还有很多的运营商 运营商都是哪些 比如说在中国运营商就包括 比如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还有中国电信 中国有三大运营商 在美国是四大运营商 排名第一的就是Risen 第二的就是AT&T 第三和第四分别是T-Mobile 它们之前也传出过要进行一个合并 但到现在为止 依然没有定论 这个就是在美国的四大运营商了 整个一套的移动通信 它想要搭建起来 是由一个国家的政府 向运营商进行一个发牌照 不同的运营商有不同的牌照 运营商拿到牌照之后 就会向这些设备提供商进行一个采购 要求这些设备提供商帮自己搭建 比如3G了 或者4G或者5G的这些网络设备 基本上它们就是这层关系 那我在之前介绍这种5G科普的时候 大家记住一个概念 那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移动通信当中 它是由手机 基站 还有核心网来构成的 那手机呢 一般很多的手机制造商了 就包括苹果了 华为了 还有三星了等等这些手机啊 那比如说像基站了 或者核心网这些设备 就是有刚才提到的像华为了 中兴了 诺基亚了 或者是爱立信等等这些设备提供商 来进行一个合作 那对于一家设备的提供商 它是否有能力去设置一个所谓的后门 去对这种用户的这种打电话了 或者发短信了 或者一些用户的数据方面的一些通信了 进行一个监控呢 答案是有的 那这里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 在移动通信当中 并不被很多人所了解的一项技术 或者是一个功能 那个功能就叫做LI 叫lawful interception 就是合法监听的概念 那LI这个概念呢 我在之前的 几个月之前的一期视频当中曾经提到过 那如果没看过那次视频的呢 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再给大家着重提一下 那对LI这项功能呢 其实对很多的这种通信的工程师 他们也都不是很了解的 因为我之前在华为海思曾经工作过 那我当时工作的部门是协议站 那协议站完成的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跟基站还有跟核心网 进行一个信令的通信 但是我们在做这种终端和基站方向的一些信令通信的工程师 在那个时候他也不了解LI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也不了解LI的功能和里面具体的实现的具体的细节 那直到我换到另一家公司之后 加入到他们公司的核心网部门之后 我才有机会接触到这个LI 接触到这个LI这个新的feature 才了解到其中的一些具体的细节 那LI这个功能为什么要做在核心网当中呢 我记得之前给大家介绍过 就是一个手机A和一个手机B 他们要完成一个通话 并不是在空中A直接发给B的 而是A通过附近的一个基站先发给到核心网 核心网找到B之后 再通过B所在的基站把消息发给B的 是要走了这样一个弯才到了B 虽然速度很快 但它实际上是到了一个弯的 那对于A和B在进行通话当中 也是非常难在空中去截取到他们通话的内容的 那唯一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核心网 那我在5G科普的时候 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很多2G 3G 4G 5G时代的这种网源 那其实这些网源介绍的还不够充分 因为在核心网的部分 比如说2G 3G的CN 再到4G时代的EPC 那这些核心网当中也包括了很多很多的网源 它是由很多很多网源组成的 那LI这个功能呢 那就是通过这些诸多网源当中的某些网源和某些接口 来具体实现的 那具体的细节呢 就不跟大家详细描述了 那到底是谁来要求这些设备提供商 去实现这种合法监听的一个功能呢 那就是各国的政府了 其实早在199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应该还是克林顿的时代 那个时候美国就通过了一项法案 那个法案叫做C-A-L-E-A 就是通信协助执法法案 那个法案呢 就是要求这些美国的运营商 包括运营商所采购的一些设备提供商 要求他们对自己的设备进行一个修改 以达到这种合法监听LI的这项功能 那除了美国之外呢 各国也相继立法 包括英国了 德国了 法国了 也包括阿德利亚等等 很多很多的国家都相继去立法 要求设备提供商去实现LI这项功能 所以呢 为什么它叫LI 叫lawful interception 叫合法监听 那个合法两个字 就是这个原因 到了2000年之后呢 随着这个移动通信的蓬勃的发展 各国对于LI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所以呢 由这个ETSI驱动 就是欧洲电信的标准化协会 由它来驱动 将这个LI的整个功能 包括细节 进行一个标准化 也写进了这个3GPP的一个协议里面 所以呢 各国的这种设备提供商 他们在进行LI功能开发的时候 都要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 包括爱立信 包括诺加 当然也包括华为 美国的所谓这个后门呢 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LI这项功能 各国呢 对于这种监听的需求呢 也很多的这种配套的监听方案了 所以使其这种监听变成这种lawful的 或者是这种合法的监听啊 但是他们用的理由也非常的冠冕堂皇啦 比如说一些反恐的需求啦 比如一些国家安全的需求啦等等啊 诸如此类 那这些理由呢 在法律层面看起来是佛法了 OK了啊 但是在普通的民众来讲 我的个人隐私却遭受到了侵犯 其实呢 LI这项功能是很难在国家安全和公民的隐私权之间 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的 当这个平衡被打破 很多矛盾激发出来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爆发出来那次大名鼎鼎的斯诺登事件 我想斯诺登事件 大家可能有一些淡忘了啊 那我就给大家来回顾一下吧 因为这个整个斯诺登事件 实际上是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LI是有关系的啊 那斯诺登事件呢 主要爆发出来是在2013年的5月到6月之间 那斯诺登那个时候呢 是在美国的夏威夷那个地方 有一个美国的数据中心 在那个里面它隶属于NSA 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局 那斯诺登呢 就是在那个时候 2013年的时候 从夏威夷跑 先是跑到了中国的香港 再从中国的香港呢 又飞到了俄罗斯 到现在为止一直都待在俄罗斯 俄罗斯也不停地延长 那斯诺登在俄罗斯的一个居留许可证 那一直到2020年吧 我想到2020年之后呢 我想这个许可证还会继续地延长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那斯诺登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那严格来说 斯诺登他并不隶属于这个NSA 那像NSA这种政府的组织呢 它呢 一般情况下需要达到某种监控的目的 它实际上是要把外包给某些外面的这种承包商的 那由这些承包商比如叫什么咨询公司啊 由他们来招募一些比如说有编程能力的这种programmer 由他们来具体去实现这种对于比如说监控到的 获取到的这些用户信息啊 或者数据信心进行一个过滤的 或者进行一些大数据的分析啦 比如再跟一些比如说恐怖分子的数据库 进行一些类比啦等等 这些具体的操作都是由像这种斯诺登这样的programmer 这样的技术人员由他们来实现的 所以说呢像斯诺登这种人呢 他并不是一个隶属于NSA的这种特工啊或者间谍啊 他并不是一个regular的employee 他只是一个怎么说呢contract吧 所以相当于是一个合同工或者是一个外包的一个工程师 他是这样一个角色 那斯诺登后来为什么又选择了这种接干而起而逃离美国呢 那就是因为斯诺登在这个接收到NSA给他下达的任务当中啊 除了监控一些恐怖活动和恐怖分子之外 也同时监控了很多的这种普通的民众 而这些民众呢跟这种恐怖活动完全是没有关系的 除了这些普通的民众呢 也监控了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外国的这种政要啊 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德国的总理默克尔 那美国对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进行一个监听 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想通过刚才我的一个解释啊 大家应该不难了解 就是德国的这种国安部门啊 他们要求在德国运营商所采购的这些设备提供商 也提供于这种相应的LI的接口进行一个合法的监听 去监控所有在德国境内的这种手机的用户啊 所以由于美国和德国是这种盟友的关系啊 所以他们之间是要达到这种情报共享的 所以呢这个美国的NIC同样也会用到这些设备提供的这个后门 也就是LI的这个功能进行一个情报的分析 那令德国政府和德国的国安部门没有想到的是 美国的NIC啊 他们在用这个LI的功能的时候啊 不仅去监控了这些跟恐怖分子相关的一些通话的记录 同时也监控了德国的总理默克尔 把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电话也进行了监听 那整个这个事件呢发生在2013年的10月份啊 就是在斯诺仑事件爆发出来之后不久啊 非常敏感的一个时间段 所以当时呢德国总理默克尔也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打了几次电话啊 要求奥巴马做出一些澄清和解释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两国之间的一个默契吧 应该也算一个不能说的秘密了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你美国政府对于监控德国的总理默克尔 他的手机是不合理的 是不应该的 是不正当的 那么你对于监控比如说德国的普通民众 难道就是正确的吗 难道就是合理的吗 所以呢这个应该算两国政府之间的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吧 因为有些事情只能做就不能说 那所以呢到了2014年 德国呢也是为了这个 这个整个事件啊 去启动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啊 但是呢到了2015年之后 这整个调查就不了了之了 那所以呢当时很多的人也评价啊 那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做的很多种种的这种动作 都是做给媒体在看的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经过我上面的一个讲解啊 大家应该能够了解 美国对于华为的这种后门的这种指控 完全是子虚无有的 因为华为所提供的这些后门 LI的这个功能是各个国家的设备提供商 他们都要提供的一个功能 包括爱立信也包括了诺基亚 因为如果一个通信的设备提供商 你连一个LI的功能都研发不出来 或者都提供不了的话 你连这个国家的运营商的采购名单 你都进不去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反观华为呢 以华为目前的实力 完全是没有必要去通过某些小的手段 或者小的后门去达到某种目的的 因为一旦被人抓到 这个对于整个企业的一个形象 是有非常大的损害 我之前说过啊 华为目前就是全球移动通信行业的No.1 包括了它的移动终端部分 也包括了它的网络设备啊 那在即将到来的5G时代 华为更是处于一个遥遥领先的一个状态 那这里面我着重提一下啊 美国这种处心几率 无所不用其极的去打压华为 那并不是在5G时代要维护自己国家的通信企业 那实际上呢 美国在这场5G的竞争当中 根本都上不了牌桌 我在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很多 这种北美的通信的网络设备提供商 包括朗讯啦 也包括这个加拿大的北电啦 也包括摩托拉等等啊 那这些公司呢 倒闭的倒闭 而且如果没有倒闭的呢 就出一种奄奄一息的一种状态 根本就缺乏竞争力 所以说到了5G时代 华为的对手只剩下欧洲的两家公司 一家是爱立信 另一家就是诺基亚 那整个这个事件在我看来呢 也非常的搞笑啊 就好像好几个人在围在一起 围在一个牌桌上进行打牌啊 在进行一个牌局的竞赛 而华为呢目前是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 而美国呢就作为一个旁观者 就不停地在指责华为说 你出老千 你出老千 你赢这么多 一定是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那整个这个事件在我看起来就是有这种感觉 那美国也通过它政府下属的NVD 也就是国家漏洞数据库 对华为的所有的设备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一个漏洞和后门的一个检查 那至今为止一无所获 那这就是为什么出现了那次非常诡异的 在今年5月份联邦快递的调包事件了 就是从日本的东京河 越南的河内 发往中国的四个包裹进行了一个调包 就是因为美国在之前 没有查出任何华为的漏洞或者是后门 那不得不出此下策啊 那从这件事情也看出来 美国对于打压华为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但是它的手段却非常的拙劣 那与此同时华为的做什么呢 华为就非常自信的在欧洲公布了自己的原代码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写好很多很多的这种程序之后呢 最终是要烧在这个芯片里面的 那所以对于外界的人来讲 他并不知道你内部的软件是如何来实现的 那他如果要去找漏洞的话 就会去编写很多很多这种复杂找漏洞的这种测试用力 进行去不停的尝试去测试 才能测出来你这个整个的这个软件是否有漏洞 或者是否有后门 那华为呢就非常自信的将自己的这个原代码进行一个公布 就说你也不要试了 你就直接来看我这个原代码就好了 看看里面是否有漏洞或者是否有这种后门 那华为在公布了自己的原代码之后 是否存在着被竞争对手剽窃的一个风险呢 那我觉得呢这个风险并不是太大 因为我在这些公司都工作过 那包括在爱立信呢 那他目前使用的软件的编程语言是比较特别的 是叫erlan 而华为用的是4++ 所以呢 单从软件的这种架构来讲就并不一样 所以呢就并不能直接拿来用的 那如果你想要去尝试这种更换自己的软件编程语言 包括自己的软件架构等等啊 那单从时间程度上来讲就来不及 所以这就是华为为什么如此自信的就公布了自己的原代码 就是告诉竞争对手即使你拿到了我的原代码 你也追不上我 那另外我再提一点啊 就是LI这项功能或者LI这个后门是给各国的这个政府 或者是各国的国安部门来使用的 包括下面的运营商了 包括这个设备的提供商了 他们是没有资格来使用的 所以说呢 对于各国的普通民众进行这种合法的监听 都是政府的行为跟设备提供商无关 好吧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视频吧 那今天视频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在移动通信领域当中一个颇具争议的一项功能 这个功能就是LI Lawful Interception 叫合法监听 那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都是移动通信这个闭环当中的一些功能的应用 包括一些打电话啦 包括一些发短信啦 也包括一些用户的数据啦 等等这些信息 那对于比如说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些社交网络啦 包括一些Facebook啦 还有一些Instagram啦 或者Twitter啊 还有微信啦 等等这些社交软件 那对于他们LI就起不了作用了 因为它还涉及到一些比如说编解码啦 或者一些密钥啦等等相关的一些信息 这些都是涉及到一些互联网的一些知识和概念了 那我们的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是如何结合起来的呢 我给大家看一幅图 那我们看到这幅图啊 这幅图就是一个移动通信网络的一个网络图 那这幅图的最右侧就是Internet 就是互联网 那也就是通过我们的移动通信 最终将进入到浩瀚的互联网当中 那我之前也在过一家互联网相关性的公司啊 对互联网也有所了解 那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再跟大家聊一聊互联网吧 好吧 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做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